水母说电影 又累又困还进不了家 于是按着手机定位找到了水哥 却发现他正和美人相拥 伴随着响亮的耳光 两人顺理成章分了手 水哥以为这次又和往常一样 过两天认个错 安慰安慰也就过去了 谁知却接到了小白车祸的消息 总以为还有机会挽回 却没想以这种方式分了手 殡仪馆里水哥哭成了泪人 冷静下来的他 突然想到之前的奇遇 吵架当晚 水哥的手机曾掉进马桶 下意识伸手去捞 竟然穿越到了三天前 为了救回小白 水哥开始了穿越之旅 只是水哥的穿越之旅 似乎并不怎么顺利 只要小白说出分手 穿越就会失败 他就会回到原有的时间点 然后小白就会死 谈过恋爱的姑娘们都知道 哪有总有一百种方法 让你气到分手 而小白刚好又是把分手挂在嘴边的杠镜女孩 可怜的水哥 只好一次又一次与马桶亲密接触 在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之后 他也总结了一些套路 不就是不让女友说分手 我忍还不行吗 遇到矛盾 讲道理 小制一礼 动用之一情 结果当然还是继续钻马桶啦 这忍不行 那就暖 二十四孝好男友了解一下 你只懂我绝不忘戏 想吃冰淇淋买 想吃早餐 做 你喜欢的通通留下 你讨厌的通通走开 慢慢的水哥变成了小白喜欢的样子 也慢慢的丢了自我 可是这样的水哥 让小白觉得非常发胃 还是说了分手 于是水哥决定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嘛 他回到了和小白初次相遇的那天 水哥放弃追求小白 把机会留给了室友 但小白还是跟室友分了手 一切依旧重来 既然谁说分手都不行 那我就躲得远远的 这一次 他穿越到了高考填报志愿前 毫不犹豫选择了新奖 从此不相见 自然不怀念 但这回轮到水哥受不了了 他偷偷地关注着小白 发现他并不开心 于是水哥又不忍心了 这一刻 他明白了爱情的真谛 他主动结束了这段不愉快的人生 不出所料 他又传回来了 这一次 他决定回到小白去世前 好好地和小白在一起 这次 他们终于白投协了 一辈子都没有说分手 在小白临终之前 他突然在小白耳边 说了分手 水哥又回到了过去 因为他想和小白一直幸福下去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原来当天出车祸的并不是小白 而是水哥 他偷偷地和小白闺蜜约会 结果出了车祸 变成了一个有活跃意识的植物人 他所穿越的一切 都只是小白利用高科技 创造出来的幻想 而这些意识 只要水个布排斥 就可以一直一直下去 看完这部剧 真是细思极恐 其实 所有的一切 都是由于执念太深 有时候放下 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呢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不过是分手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